陈子玄闪嫁本土剧男星三年帅老公却突然失踪,无奈贴出婚后照片吐苦水都是他惹的火。 本土剧男星陈建龙自2000年初爆后,演出《九龙川》说,鸟来搏与十三姨后等鹿头角,后来成为乡土剧戏说台湾一哥,几乎每一集都有他,可说是家喻户晓的超人气演员,他近期也演出《甘累人生》,是《奸情》等剧,精湛演技颇受好评。 图片来源,一梯梯贝。 她在三年前和小15岁的本土剧女神陈子玄结婚,让不少粉丝相当惊讶,不过也纷纷献上祝福,她在婚后过得甜蜜,两人欲有一次棉花糖陈轩恩,然而儿子却有猴头软化。 舌头厚打的问题,曾经在十天内就休克两次,让两人超心疼。 索性后来透过手术已经痊愈,两人过得更幸福,不过男方也疑似幸福肥,体重飙升到让人认不出来。 图片来源,一梯梯贝。 据东森新闻报道,陈建龙日前在脸书透露,因为陈子玄实在是太会煮饭,常常让他贪醉多吃,加上婚前戒烟,让他不知不觉就胖了16公斤。 整个身材走中,以前走在路上还会被认出来,现在出门逛街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,还有人会问陈子玄,老公呢?让他哭笑不得。 图片来源,陈子玄脸书。 图片来源,陈子玄脸书上贴文说,自从我戒烟后走在路上,再也没人认出我了。 三七时期。 并PO出自己近期的自拍照结果让粉丝吓傻了。 从他PO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,他坐在沙发上不时对住镜头一眼,露出牙齿微笑,性格脸蛋少了杀气,多了圆润的亲切感。 尤其好几层双双下巴更是墙戏,让粉丝看了惊呼,这是谁,我的陈建龙呢? 天啊,这个差好多啊。 图片来源,陈建龙脸书 他本人也将照片转贴到脸书社团报废公社公开版,吸引一大票网友留言,天啊,怎么变这样 不过也好可爱哦,肉肉的比较有爸爸FU了,好可爱啊,可见大嫂多会煮饭,把你养得胖胖的 图片来源,脸书,其实肉肉的也不错啊,还是很可爱啦,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